胡春华新任牵头人新头衔引发开测图 看中国记者苗威综合报道 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之际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以中英经济财经对话 中方牵头人身份亮相 这是官方首次披露胡春华的新头衔 引外界关注中共官媒报道 国务院副总理 中英经济财经对话 中方牵头人胡春华 27日下午 在中南海会见了英国财政大臣 对话英方牵头人哈蒙德一行 这是官方首次披露胡春华 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方牵头人 这一身份资料显示 中英经济财经对话已举行了九次前四次对话 是由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英 国代表共同主持后五次对话 是由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和英国代表共同主持 除胡春华之外 另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是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中方牵头人 此外他还担任了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方主席一职 近期中美贸易三轮谈判均已失败告中6月15日 白宫宣布将于7月6日对首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 中方也表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商品征收同等关税 随后美方又宣布拟兑2500亿甚至4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 持续升级的贸易摩擦让中方资深不满情绪 总部在北京的多维网 23日称华盛顿再三对北京施以关税惩罚 让北京当局有些下不来台中国舆论场已将怨言焦点意外转向了刘鹤报导称 一些高层提议由另一位副总理胡春华先头继续以两人合作或后者独领 试图寻找解决这场已持续数月的经贸摩擦的新路径 文章只传言宣称胡春华受到高层主义的原因 地方从政多年加之在广东主政对外交流经验丰富 却是较为合适人选 不过香港经济日报25日刊登文章指 刘鹤经多伦谈判 无果其实非战之罪 在中美激烈决力时 如果振前一帅 无疑是自乱振脚式谈判大计关键时刻美媒 在释放中美贸易磋商信号 据华尔街日报6月28日报道 随着关税生效日期临近 知名美国企业高层正试图协助美国财长鲁钦 与负责贸易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重新恢复磋商 这些山际领袖包括美国前财长保尔森 及黑石集团首席执行长苏世民据悉 保尔森是鲁钦在高盛工作时的上司 2006年至2009年 曾主长美国财政部据报他和中共领导层关系友好 经常与刘鹤会面 2006年保尔森专程到杭州办会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其后习近平升任国家副主席 主席后 保尔森多次到中国推动中美关系 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 保尔森参与主持中美企业家论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